与雷神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在电影中 简弗斯特之所以能举起雷神之锤 是因为他在跟索尔相爱的那段时间里 索尔向雷神之锤许下愿望 希望雷神之锤能够永远保护己 这句话就像奥丁的咒语一样 给锤子附上了魔 后来简便举起了雷神之锤 但是其实在漫画中 简之所以能够举起雷神之锤是因为 索尔失去了能举起雷神之锤的资格 将雷神之锤一直放在月球的表面 后来在简得了癌症之后 锤子就一直在召唤他 而简则是在海姆达尔的帮助之下来到月球 并举起了雷神之锤 从而获得雷霆之力成为了女雷神 知识二 在电影和原著漫画中 简在举起雷神之锤前都已经患上了癌症 在每次举起雷神之锤的时候 简体内的癌细胞都会被锤子赋予的雷神之力清除 但是同时被清除的还有简体内的抗癌细胞 也就是说简的某一次变身都会加重他的病情 最终在电影里 简也在帮助索尔打败图身者格尔之后离去了 但是在漫画中简体在死后被索尔跟奥丁重新复活 知识三 在电影雷神四的彩蛋中 简福斯特死后来到了英灵殿 按理来说英灵殿是众神死了之后才会来到的地方 简作为凡人怎么也会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当且拿起雷神之锤得到他认可的那一步 他就是作为一名阿斯加德战士在战斗 并且他的战斗都是为了拯救阿斯加德人民 而且当他知道自己在拿起雷神之锤就将会失去性命之时 他仍然义无反顾的举起雷神之锤去帮助索尔打败图身者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仍然作为女雷神和阿斯加德战士在战斗 这样的简自然具备来到众神殷人殿的资格 知识四 简在成为女雷神之后每次的战斗都会义无反顾的往前途 因为简本身就是癌症病人 根本就不会害怕死亡的提前到来 所以相比雷神索尔 女雷神简伏斯特的战斗风格会更加的凶狠和飘逸 知识五 在电影中简成为了女雷神之后跟女雷神关系非常好 二人都是女并超级英雄 一起战斗 彼此之间都知道对方的小怒恋 电影中简就曾让女雷神帮她保守她患有癌症的命运 但是其实在漫画里简是有当过女雷神的 在漫画中简之所以能成为女雷神 是因为索尔失去了举起雷神之锤的资格 但是后来索尔再次被锤子认可 雷神之锤再次回到她的手中 简失去锤子之后 便加入女雷神的队伍成为了新的女雷神战士 知识六 虽然在电影里简称为女雷神之后 并没有太多展现其实力的成果 但是在漫画里成为女雷神之后的简实力比索尔还要强大 她曾吊打过冰霜巨人 暴揍过罗狗 可谓是欲强则强 甚至挑战过漫威世界里最强大力量之一的凤凰之力 可以跟众神之父奥丁打成平手